宗徒大事录 宗徒大事录第一章 德奥斐罗 我在第一部书中 以论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 直到他借圣神嘱咐了所选的宗徒之后 被接去的那一天为止 他受难以后 用了许多凭据 向他们写明自己还活着 四十天之久 发现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 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 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但要等候父的恩许 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 若汉固然以水湿了喜 但不多几天以后 你们要因圣神受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就问耶稣说 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 他回答说 父以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和日期 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 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 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 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里亚 并直到地级 为我做证人 耶稣说完这些话 就在他们观望中 被举上升 有块云彩接了他去 离开他们的眼界 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升的时候 忽有两个穿白衣的人 站在他们前 向他们说 加里泪亚人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位离开你们 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 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 也要怎样将来 那时 他们从名叫赶揽的山上 回了耶路撒冷 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有一安息日的路程 他们进了城 就上了那座 他们所居住的楼房 在那里有伯多禄 若望 雅各伯 安德类 菲里伯 多默 巴尔多禄茂 马窦 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 热忱者西满 及雅各伯的兄弟尤达 这些人同一些妇女 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他的兄弟 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 有一天 伯多禄起来 站在弟兄们中间说 当时在一起的众人 大约共有一百二十名 诸位人人弟兄 圣神借达位的口 关于领导逮捕耶稣的 犹达斯所预言的经文 必须应验 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位 分占了这职务的一份 但这人竟用不义的代价 买了一块田地 他倒头堕下 腹部崩裂 一切脏腹都流了出来 耶路撒冷的居民 尽人皆知 为此 他们以本地话称那块田地为 哈克达玛 就是血田的意思 原来在圣永集上 曾记载说 愿他的居所变成荒土 没有人在那里居住 又说 让人取去他的职位 所以必须从这些人中 即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有时期内 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 由若汉施西起 直到耶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指 由这些人中 应当有一个 同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 他们便提出了 名叫巴尔撒巴 号称尤斯托的若瑟 和马蒂亚两个人 他们就祈祷说 主 你认识众人的心 求你指示 这两个人中 你拣选了哪一个 是他取得这职务的地位 即中途的职位 因为 尤达斯放弃了这职位 去了他自己的地方 他们给二人捏鸠 马蒂亚中了鸠 就列入十一位宗徒之中 就列入十一位宗徒之中 一位宗徒之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